你好 西海国这个民间 有很多那个 自己提 你比如说给飞娃娃出的 给一年级一类的娃娃出的提 就是算数了 闹进去转完了 有一个题叫 两打两 啥打啥 七十二个打十八 那么算起来 两就是两的意思 二的意思 啥就是散的意思 那么两打两 啥打啥 然后七十二个打十八 看来是这个一笔个 或者是像那个 二月一次法成一类的题的话 是几图四十九 一笔个爪爪卖地走 是多少个几 多少个托儿 是这笔的题 那么还有一些题 就是要稍微再躲动一些脑筋 你比如说 大家看着的这个图片 这是我大概小学二年纪 三年纪之后 听我们对你的一个人 说他的一个题 是石井的梁子 奇井的行 塞井的葫芦尔粉停档 梁子实际上 也是一种容器 咱们叫台台式的 乖乖乖乖乖乖的 这是这种 是梁子 石井的梁子 奇井的行 游行的话 你比如说 稍微步落一样 大家都用的是这种 淘气 在这个词一点的话 就用的是那种 是商量游质的那种 也就叫游平品词 叫游行 是这么个点 这个是能转奇井 这个是转和石井的油 这个是能转奇井的一个瓶 还有一个塞井的葫芦 这个是能转塞井 能转塞井 它是能从这个梁子的扣口 进去 能喝起药油 但是在这里都不得进去 所以至于这么个限制 那么扣叫字 我再说一遍 叫石井的梁子 奇井的行 塞井的葫芦粉停打 就是把这石井油 要给这个里头和这个里头 两面个格粉 五井油 没有撑 现在是要用这个葫芦粉面 这是我从袜上下载了个葫芦 然后我给解了一下这个柱子 做了这么个葫芦 做了像个药药子一样 这么个东西 用这个塞井的葫芦 咱们能把这石井油给风停打你 大家可以把这个 视频你再次听下来 闹着你吓一吓 如果你没做过这个题的话 吓一吓咱们个风 然后呢我再给你告诉 好 你下巴了吗 这么个家 也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的答案是这么个家 所以把这个葫芦 现在这个里面切 要处上慢慢移葫芦 那么这面一个 要锅塞井的话 甚至奇井 这面一个你是 就到着这个里面切 到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现在是塞井 这个是奇井 然后再要上移葫芦 再要移葫芦的话 这个里面就生了 这个 这个 四井了 这个 生了四井了 这个 这面给你再到着里头 就是流井 流井 但是这个没有卖 那么 再次要上移葫芦 把这个台湾这白 可能能够慢慢地 再要移葫芦 要移葫芦之后的话 这要过散葫芦 这个梁子里头 就生了移井了 生了移井 而这个 要过来的 你给这个里面 一刀着哈齐 一刀着哈齐 这个是 寄井 就是正奇井 正奇井 刀麦子后 这个葫芦里头的话 还剩下二井 还剩下二井 那么 现在你 把这个葫芦放在一边 可能要放问到一点 然后 把这奇井 由 把锅 骑在刀的这个里面 到这个里面之后的话 这个里头不是 原先是一井 现在刀锅 去骑井 这个里面 就生了八井 生了八井 那么 把这葫芦里头 生下的二井 到这个里面 到这个 油行里头 这边 现在是二井 大家现在已经 都给它算出来了吧 把这个葫芦 拿到这个里面 去的话 这现在是八井 又要上慢慢 一葫芦 就生下五井 这边 这下一定是二井 再把这三井 倒着哈齐 这就是五井 这麽个一来的话 所以叫 散到油葫芦 散到油葫芦 就说是 倒上三次 那么倒来倒去的话 就把它都倒过来 这麽个 不知道 还有其他的 倒法 反正 我现在想着 这麽个事 最后一个倒法 接着风向着 这么多 谢谢 再见 好